我现在安徽黄山 这是黄山山脚下汤口镇 刚刚吃完晚饭呢 鱼头火锅 旁边正好是酒店 从这里半礼入住 找一下我的房间 里面还挺大的 刷卡 哇 现在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这个房间不错呀 店家免费升级了 这是商务间的 还送了一瓶水 正好是一百块 卫生间特别大 这还有储物棍 毛巾浴巾 烧水的壶 东西先放好 一共是两张床 大床的比标间价格还高呢 一百块 房间足足有二十平 还有一个沙发 先看看卫生间旁边还有个大镜子 这是马桶啊 淋浴卷是隔开的 这个是拉门 感觉这里像是一个暗门啊 但是找不到任何的这个 开关 有只 1.2米的床 Happy Birthday 茶几桌子 沙发 看看后面 后面是一个小区啊 就在黄山脚下 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外面一直下着雨啊 把窗关好 从这 切换一下广角 把空调打开 黄山 气温有点低啊 晚上才14度 调到28度 电视也打开 这怎么都是儿童频道啊 有没有电影啊 搜索 全都是 儿童电视台 这个酒店有意思 打开手机 看一下黄山旅游攻略 地图上 看得很清楚 酒店的位置 就在滩口镇的换车中心 从这里乘坐大巴车啊 到山门 山门就是左道的位置啊 一共是两条路线 是在换车中心选择的 找一下盈克松的位置 在白云景区附近 手指的这个地方啊 分前山和后山 前山比较陡 所有的景点都集中在前山了 后山呢 比较平缓 呃 大家觉得我明天应该是 从前山 做锁道上去呢 还是从后山上去 做锁道上去之后啊 直接就是 海拔最高的 莲花峰 在这儿 以及摆布云梯 盈克松自在 玉平区 然后一路徒步 上面还有一个北门啊 山上一共有四个锁道呢 这是 白色的就是 山上的游览路线 我估计至少要两天的时间呀 北门也挺远的 明天就从南门这儿 出发了 看一下住宿 哇 一千三哪 看看有没有床位吧 黄山旅游 旺季门票是一百九 从这里坐车去山门 也得好几十往返 锁道是必须坐的 单程 接近一百呢 明天上山啊 到盈克松至少要花 这个数 四百 山顶上住宿也比较贵 再加上 小火车啊 还得买 一些水啊 吃的 自住餐 一百一位呢 估计啊 两天时间 就算住床位 二百块钱的话 估计也要花出去 一千块钱了 只要明天不下雨 咱们 黄山山顶上见 这个视频啊 就拍到这里吧 结束了